哇這 北市內戰的金牌組合 沒錯在上一場的比賽是公開男子組的團體金牌戰 最終國立體大師以直落山3比0 擊敗了北市大學成功的回回四年再度拿下了金牌 沒錯 場上這邊 林永成先拿下的分數 打在往上 看起來他們還特別為了分辨顏色 加油 沛 Need 奧 對 李 準備 決定 這個是 好 輪 這球勉強的剛剛好爬過王子 3比2 發球失誤 對焦 這邊打在網子上 讓蓮永誠跟楊明哲再拿一分 這邊正手扣在網子上 雙胞胎組合再拿一分 追平比數 打出界外喔 這邊勾得比較大力 這次挑戰對方底線 這次挑戰對方底線 林詠晨這邊揮擊掛網 後場的扣殺得分 雙方追平 再一次挑戰後場 這邊比較可惜阿 這邊北市大是沒有辦法掌握好 這次兩邊都是北市大 真尷尬 我們前面一波比賽可以用學校方式講 這次冠軍是北市大內戰 在去年李方智集李方任 也是有進到了金牌戰 但是非常可惜是 落敗給錢子傑及黃伯瑞 那在昨天呢 林詠晨及楊明哲 能夠闖進這一場金牌戰 就是擊敗了去年 李方這個雙胞胎冠軍戰隊到的對手 嗯 那昨天的那場 台體對北市的比賽 我們頻道上也有進行轉播的服務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可以把那場給挖出來看 8比7 放置防任暫時領先 好 近距離的交貨 這一次由李氏兄弟再拿下一分 這一次由李氏兄弟再拿下一分 來 這邊回擊掛網 目前分數來到9比8 李氏組合的李仙 這一球在往前的時候 林詠誠勉強的出手 但是沒能打好 趕快的來到10比8 閃穿紅色衣服的是 李方任及李方智的組合 哇 這一球比較可惜 竟然發生了發球失誤啊 這邊回擊掛網 李氏兄弟拿到了11分 進到了我們的技術暫停 前進往後 這裡 va 出手 按摩 Survivor � 雨 雨 什麼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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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方志方潤 再拿一分 現在3分領先 來個吊秀 用程這一球 前場的漂亮得分 13比10 比分來到13比10 提到去年的冠軍戰 南雙冠軍戰 比方任及比方志 是非常可惜 落敗給田子傑及黃伯瑞的組合 但是也是拿下了銀牌的成績 哇 這球 楊明哲判斷上有點失準 球落第10件 15比10 這球碰到網子之後 勉強的彈起來 但這邊裁判看起來是裁定 這邊沒有問題是拿到了分數 但裁判剛剛李氏兄弟是抗議了一下 也越往擊球的狀況 這邊急球掛網 這邊急球掛網 楊明哲放掉之後是出了界 楊明哲放掉之後是出了界 跳了後場 林永成回擊的失誤 目前的比分來到16比13 提到李方任及李方志 是過去在雲林的西羅國中曾經是一起拿下全中運的南團金牌 並且到陡南高中之後 兩位雲林人一同是拿到南雙的第二名成績 可以說在過去兩位選手 這個兄弟檔 在國中及高中時期就經常的來搭配 這邊 打在網子上 讓 雙胞胎兄弟 雙胞胎兄弟 拿到了5分領先 來個掉球之後再加速 控制在場內喔 拿下第十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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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 阿翔 默契不太好 發生了溝通失誤 兩個球拍撞在空中 十五比十九 明哲反手拍 没打好 这球扣杀得分 让方智方润拿下了第一局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看这场双打冠军战 我们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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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這場金牌戰 由李方智 李方任雙胞胎搭檔對上 的是昨天四強賽 擊敗去年冠軍的林永成 以及楊明哲 沒錯 那哥哥李方智 與弟弟 應該說哥哥李方任 與弟弟李方智 在去年都有同樣 入選2018年的 世大宇的錦標賽 那兩人在南雙也是有搭檔 那過去兩人的搭檔 從國中開始呢 一路到了目前大學 是一路搭檔到現在 曾經在2016年的 雪梨羽球國際賽 這個是國際系列賽的級別 他是拿到了冠軍 拉出底線這邊 楊明哲 拉出底線這邊 楊明哲 這邊 維基達到往上 雙方 回到平手 這邊是一個 掛網 防任方智再度拿到分數 這球攻擊在林詠誠身上 這球攻擊在林詠誠身上 然後完全沒有角度回擊 接連的強力扣殺 他現在已經來到3分領先 這場金牌戰是北市大內戰 這邊回擊的時候掛網 對 林詠誠這邊急啦 防止防忍再拿1分 防止防忍再拿1分 在後場的跳殺 成功拿到分數 去令手 哇 5分領先了 這邊勾出場外 這幾天在挑球或拉這種長球的時候很容易直接飛出場 特別是在畫面上方的隊伍 是 先前也提到說場內的風向還有空調吹的這個強度 都會影響選手在臨場的表現 沒錯 這邊楊明哲回擊沒有過 這邊猛力的扣殺不過打出場 提到今年台北師大在公開組的其實各個項目都有拿到非常好的成績 而在男子雙打部分 過去喔 這個上一場播的林佳佑 他曾在2015年和烏孝林一同拿到冠軍 而在前一年呢 這個我國的好手王麒麟 也是搭配烏孝林喔 也是為台北師大成功拿到男雙冠軍 4比6 楊明哲去年搭配 搭配 柏里維拿到第五名 目前來到10比7 看一下這一球 在界內沒有問題 突如其來的反手 選擇進攻對角 這邊防止防刃的選擇很聰明 把對手片開之後 把球打向空檔的位置 攻下第11分 進入到第二局的技術暫停 這首歌 歡迎回到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可以看到剛剛正在進行的是 其他組別的頒獎典禮 那再進入到最後一天的羽球的賽程 稍晚呢 全大運也是即將在晚上的六點鐘 來舉行閉幕典禮 哇 李氏兄弟 還是在第一局就呈現這個強大的宰致力 21比15拿下 現在在第二局 距離冠軍只差 這最後的半局 沒錯 對於他們兩位來說 去年是非常可惜 是敗給了台灣體大的組合 今年確實是 哇 兄弟細強這邊 哇 楊明哲以及林詠誠的搭配這邊拿到分數 對 但是 但是我們要知道 楊明哲和林詠誠真的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是擊敗去年的冠軍的隊伍 四強賽的時候 楊明哲在去年的世大宇也是有奪得獎牌 在混雙的部分和張信田 昨天也有出賽的張信田獲得混雙的金牌 那另外和柏里維的搭配 也是拿到了世大宇的銅牌 楊明哲 唉唷 這裡一個揮棒落空 楊明哲 楊明哲笑了一下 對 同樣都是隊友的彼此 對 實際上 站在對面的也是你的隊友 對 這一球放置比較可惜啊 在反拍的處理上 沒有處理好 13比11 一 兩分差 一 兩分差 一 兩分差 朱仁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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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x 防袁人這給打在往上 對到差一分囉 哇 連續的強力進攻 但是 一方志這一球沒把握好 目前來到13比13的平手 這邊 李氏兄弟又再次發生失誤 讓林詠誠跟楊明哲把分數給超前了 楊明哲這一位也是國際賽經驗非常豐富的選手 這一球 哇 看到方任 自己是非常的懊惱 直接把球打在地上 在去年的世大宇 我在去年訪問耀坤福老師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提到說 是希望自己的這些選手們 經由這樣的國際賽的經驗 可以在不管是往後畢業之後 或者是往更高層級賣入 這個經由世大宇是希望可以 來幫助自己的經驗的成長 哇 在這個節骨眼上竟然 方志方任這裡發生了發球失誤 打出底線 林詠誠跟楊明哲 把分數稍微的拉開一些 這球太甜了 剛好打中拍子框 兩邊的實力真的很接近啊 這裡方志打在往上 打了一個斜對角 打了一個斜對角 飛出界 這邊連續的舊球但是也往回不了 就站著往前的扣殺 這一球撲下去 但是在反手的位置 還是掌握到這一球 林詠跟詠誠 現在兩個人都躺在地上了 這球攻擊底線打得漂亮 是7比19 哇 這邊想要擺短啊 真是失敗了 詠誠在這一球往前的掌握沒有處理好 讓目前比分來到18比19 打到底線但是出入的界外 也讓詠誠跟明哲現在來到了局末點 這邊突如其來的攻擊是李方志 成功拿下分數 這邊想拉後艙但是出了界外 這邊想拉後艙但是出了界外 所以也代表著李永承諺 楊明哲 這是拿下了第二點以21比19的分數 哇 這場金牌戰 最後錄死誰手還不知道 我們等等回來看精彩的第三局 這場金牌戰 這場金牌戰 在這場金牌戰 也是一場金牌戰 這場金牌戰 是真的 這場金牌戰 這是甚麼 這場金牌戰 現在是球 這場金牌戰 第一局方智方刃先以21比15拿下 第二局則是由明哲跟永成 這場北市的金牌內戰要打到最後一局才能分出勝負 看一下這球回擊的時候是在界內 由明哲及永成先拿到分數 這個切球碰到王子之後彈過去了 明哲永成連拿2分 突然想攻擊底線 明哲也意圖是很好但是力道沒控制好 楊明哲這一球打得漂亮 楊明哲這一球打得漂亮 楊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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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和裁判換一顆球 進入到羽球賽最後一天的賽程 那在各組各項目的比賽冠軍 也陸續的來出爐 這一場的是男雙的冠軍戰 這個前場的往前球 打得李氏兄弟措手不及 放置這邊沒掌握好 明龍城這一球跳得老高 但是打出界外 5比3 雙九 Hal 這球 打到林永臣的身上 他已經沒有角度把球給拍回去 不點假 對 雙 another 其它 這球 打到林永臣的身上 他已經沒有角度把球 kill 拍回去 5比4 這球摸出界外喔 比數來到6比4 由明哲詠誠這邊來領先 往前的進攻 來看一下慢動作 往前的進攻 這一次是李芳仁 連續的挑戰後場 幾乎 詠誠跟明哲 只要往後場去掉的話 球都會順著飛出去 7比6現在他們只領先1分而已 在這一場的南雙冠軍戰 目前一度打到第三局 雙方的比分還是非常的接近 相信對於北施大來說 誰都想要來爭奪這一面的金牌 7比7 很快的來到平手階段 這一次是勾進場內囉 8比7 看到這一球詠誠的回球 是掛網 方智的扣殺非常有的質量 失誤喔 8比9 小明哲正臂歡呼 那目前來到 之後是明哲跟詠誠這邊來領先 連續的再往前的進攻 由林詠誠這邊來拿分 詠誠這球 把他們壓在地上打 10比9 這球 這球用力的扣殺 但是打在網子上 雙方現在10比10了 進入到關鍵的第三局 目前雙方10比10的平手 可以看到 目前的情況還是非常的緊張 對 哇 接發球就解決掉對手 這邊 林詠誠 林詠誠 先獲得了11分 也進到了 這場比賽的最後一個技術暫停 全角色 這場比賽 市場 決定 有 我 的 展 不愧是最后一天的冠军战 所有的比赛不但精彩而且强度都很高 实力都还很接近 进入到了金牌战 每位选手从预赛开始就一路过关斩将 昨天双方在四场战分别是脱颖而出 进入到今天的金牌战 目前打得还是非常的胶着 还分不出任何的胜负 选择让球来落地式出道界外 双方打了31拍 这边是向裁判换一颗球 来喘息一下 看到明哲这边 在刚刚的对拍上面 在他目前的体力 希望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有涌成在发球 这球直接补上去又把分数给补平了 这边的方认的往前的进攻没有把握好 让比分目前13比12 明哲跟永诚的领先 3比13 在这边要展现出的是 金牌战的韧性跟强度 我相信这就是羽球吸引人的地方 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办法放弃 对 这边回球的时候 比方认 是挂网 再度超前比分的是明哲及永诚的组合 这边 方认在右边的线 没有办法回击 15比13 明哲永诚连拿2分 这边在后场的位置 一个正手拍 没有问题拿到分数的是李氏兄弟 看到这场在后场的杀球 非常的有质量而且角度 没有话说 非常的犀利 进入到最后一天的羽球比赛 稍找北斯大师非常可惜 是被国立体大直落山在男子团体的金牌战是落败 那也让这个男团的四连霸是拱手让人 目前场上在地上的汗水是把它擦干 让比赛来持续来进行 对 一分差 一分差 让它被拉开 挑战 彈出界外 哇 接連的殺球 方智在往前對角的進攻 成功拿到分數 這邊 裁判還認得出來 他們 誰發球站左位 這邊的近距離交火 這邊又是往前的掛網 方任方智這邊 連續的往前掛網 讓分數再度被拉開 其實雙胞胎兄弟 轉播上 我們自己靠的是 鞋子來分辨他們兩個人 我在這邊想 如果他們故意穿同一雙鞋子的話 裁判會不會 直接分不清楚 誰是誰 其實在運動場上的雙胞胎 也是非常多 像是NBA有非常多的球員 是這種雙胞胎組合 嗯 雙胞胎打雙打 感覺默契就是會特別好 但是這邊他們是陷入到三分的落後 楊明哲跟林永辰 表現得更是略勝一籌 這邊大對角的反拍 非常漂亮 這邊是鎮臂 怒吼 沒錯啊 20比16 楊明哲 拿下 關鍵的一分 進入到他們的賽末點 這一球 哦 他們雙手一彈世界外 比方是精準的判斷 成功的再將比分拉到三分差 我相信剛剛那球落地的瞬間 四個人的心跳一定都抖到不行 這裡 林永辰的最後補上一擊 結束這場的比賽 恭喜楊明哲以及林永辰 在繼昨天 打敗了台體的去年冠軍之後 今天 再打敗同為北市大的隊友 順利的成為我們 108年全大運的雙打冠軍 那這邊李方任及李方志 比較可惜連續的兩年在 金牌的雙打賽 都是落敗 拿到亞軍 對 也很不容易了其實 不過 比賽場上就是這麼的殘酷啊 能夠笑著走出去的 就只有一對而已 那我們恭喜他們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